下面请您欣赏相声切拉车表演者郭德纲 于谦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你上来说的 你站起来 我看看是谁 你不站起来 我不说 大伙不让人站起来 我看谁还敢搭契条 二十块钱是听着飘 你这是为了说这个 我花多少钱了 来的人不少 哎呀又大肩了 我很欣慰 这是我的话 哎对别抢 他们都不敢抢 这是一德呀 不能强化 谢谢大家 这些日子我们也是 挺着急的 天天能说为了看演出大价 可不吗 这美者说良心话 坐三百人去场来五百人 就肯定有进不来的 那可不是 这是没有办法的 好多人都出主意 没法弄 现如今国家各个部门都注意多了 多卖一张票花一万块钱 那就是罚款 这场合卖一万块钱 是不是 我们现在想办 没有别的更好的辙 就求大伙多良解吧 是不是 住哪儿都有 前三门的你就算是进的 那可不 当然有一百人都不捞人了 人打仓子 打通线 是是 你怎么让人回省去 是不是 不是资料 好在现在交通工具比较方便 对 有的房子 你开车来 那就方便多了 也不算个事 一踩油门就走了 是 现如今来讲 我觉得这交通帮了好大的忙 对了 过去来和复兴 你看现在的观众 有坐飞机来的 那赶着过来的 一倒过来怎么办呢 是不是 住这门口就人家倒过来 打延庆那边 坐飞机就过来了 延庆坐飞机过来 这太糟的钱了 这个 我就说开车 开车 两边窗户开 在胳膊身上 其实跟飞机差不多 开快点 可能也能飞进来 是不是 没听说 汽车啊 这东西太好了 但是也不好 怎么还不好 没有汽车 接着能堵车 那也没有堵车了 能出交通事故 撞不着人 是不是 开车时间长 对身体都不好 活动不了啊 今天来到 旁边路边 停了一辆大奔 好车啊 车底有一人 有俩人家着哥哥 停来回溜的 怎么了 不是怎么了那事 没事 郭老师 车坏了 我们交个走道 开车开的都不会走道了 总开车不负重 好嘛 太邪乎了 开车 走公共汽车 包括这打车 打车 都很方便 对出租 你一伸手就一辆 对啊 一伸手就一辆 现在车多 打哈去 两两 光打哈去就甭伸懒腰了 想当初 没有这么些个出租车 是 你往回想想想想你小时候 我小时候 去年 我才多大岁数啊 我长得老兄 没听说过啊 您就说七八十年代 七八十年代 咱们小时候 对 哪有这么满大街跑得出租起车 没那么多 这是说明社会在进步 对 好事 想当初的北京城 拿什么代步 大部分是走着 那就腿着吧 那就 我前面坐个大二车 大二车 是不是有钱的想象 还有的像出城去远一点地儿 骑个小毛驴 哦 对 骑驴 是不是 赶脚的吗 过去 老北京土城土长的老人 就爱骑着驴吗 对 对 这阿凡提 这是老北京吗 这阿凡提 小毛驴 哪啊 还唱呢 没听说过 当初还有这么一种交通代步工具 什么呀 洋车 哦就拉的那洋车 咱们看明电影 啊 骆驼样子 对吧 骆驼样子呀 什么 没听 骆驼翔子 翔子 对 这是人名 谭仙儿的 没听说 您说这是马晓晓的 不是 骆驼翔子 对 拉洋车 为什么叫洋车 是 当初最早叫东洋车 什么叫 从那边引进的 到天津不叫洋车 叫 骄皮 怎么叫骄皮 这俩轮路边有骄皮 哦这么叫骄皮 拉骄皮 哦 到了上海叫黄包车 黄包车 上海你说这个 王八车 对 什么车 王八车 王八车 一种尊称啊 还尊称呢 这这上海话 我说是一个辛苦的行当 嗯 有能挣钱 又挣不着钱 怎么还挣不着 你有的人早晨起来啊 嗯 六点就出去了 早啊 晚上八点半回来 晚回来 这一天挣一块钱 呦 这太少了 不够吃 对啊 也有这个吧 好像九点出去 晚点了 顶个下午四五点钟回来 说得也早 这才能挣八个钱 那这就够吃的了 够调肥了 对啊 有那个上午十点多出去 哦 两点回来 哦 能挣这么二十两个钱 喝这就挣的不少了 这就看见钱了 哎 有的是中午十二点 出去十二点半回来 挣一百多个钱